李小牧先生你好 你好何平你好 今天是明镜电视明镜火拍的人生之中节目 日本有个李小牧 今天进入第九集 第八集很不错 钓鱼的手法也好 什么手法也好 李小牧先生正如承认了他在日本的犯罪的禁锢 那么由于这个针锋吃臭吧 是不是 针锋吃臭 然后再打什么人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被打的那个人 他是个以色列人 他以色列人他刚刚来到日本一个星期 才来个一个星期他也不会日语 所以他去六本木去泡酒吧去包 然后想泡个妞 他也寂寞刚来一个星期嘛 后来呢 就是我是两天以后我就被放了 放了以后呢 他的律师就到了我的菜馆来找我 要跟我试谈 试谈就是和谈 让我就是不要去起诉他 不告他 然后他给我五万日币 然后他给我补偿金 给我五万日币 那个律师 那律师跟我讲的一通好话 其实他不跟我讲话 我也觉得愿意跟他和谈 因为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才来一个星期 我一定 哎呀 我说太可怜了 我说可以 我还能拿到五万呢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呢 后来我们就没见过面 但是通过那件事情 那也就是我在日本历史上 第一次 也就是到今天为止 第一次 也就这么一次啊 到今天为止 被逮捕过 有逮捕经历 但没有起诉的经历 也没有被判决的经历 所以对我后面的人生呢 应该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就是要自律 特别是不能喝酒 在这一点上 我是有警醒 但是后来牙也被人家打掉呀 驾照被人家吊销呀 那也是因为喝酒 那以后再说吧 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 回到歌舞基金 我们有犯罪的问题啊 就说 其实呢 应该说呢 怎么讲呢 因为我干这个工作 很多人会 不是误会吧 他也就会认为 那歌舞基金肯定干坏事 对吧 我应该这样老实的承认 就是我是擦边球而已 擦边球而已 但我做的是很规矩的 很合法的 所以我当年到今天发的名片 都是带我头像的 让导播找出那四张 四张我的有那个 我的名片啊 我是那个时候这张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当时去 我自己去夏威夷 就这个照片 对 对 我去夏威夷的时候 我自己在那个海边上拍的夏威夷的 那个YKPG 我觉得蓝颜色比较好看 当时我就长得那么年轻 我自己今天自己一看 所以我要为了给大家有个信任感 所以我不干坏事 也不骗人 我从来不坑人 就更不说宰人 一般拉客的容易宰人 到了另外一个国家 碰到自己国家的人 永远是被自己人家骗 那我就不干这个事 所以我有很多年的老客 五年的 十年的 甚至二十年的老客 来找我的 所以我 我说啊 我的客人里面 也从中央到地方 都有我的客人 就更有更多的明星也是 你像这个名片 我现在有四张名片 是我自己的 但我名片上面打了圈圈 那就是这个名片不能用 因为我当时没有带纸 我见到了名人啊 要让人家名人来签名 签名 所以呢 我签完名以后呢 我就把我自己的正面的头像 把它画掉 等于这张名片就浪费了 也不能再 再去发给别人 所以呢 你把那个名片反过来一看 就是呢 上面 有张一谋 有两张张一谋 为什么有两张张一谋呢 就是张一谋 第一张是92年 来到购物纪定的时候 我见到他 那他 我一看 我就知道张一谋 张大张大张大 张先生 反正忘了当时讲什么 麻烦你签个名 他很爽快 他一点不装 不因为来到购物纪定啊 有些大腕 就很壮丽的 哎呀 又被人发现了 还要赌啊 什么 不要啊 这样的 他更没有 他就很爽的 就跟你签名 这是1992年 应该他是搞红高粱 搞什么的 巩俐的电影的时候 他的后期制作 那是后来听说的啊 他所有的电影的后期制作 都是在日本 而且他特别喜欢 购物纪定是什么的 不是找女孩子 他喜欢看 不是看托异舞 是看电影 嗯 因为购物纪定有四个电影院 是那个大的电影院 两个大的 三个大的 不止不止不止四个 有六个 还有个看情色电影的 我那时候我也专的里面就看过的 就是专门看情色电影的午夜场 还有几个大电影 我那个跟帮那个尔东森拍的 那个新书事件 也在首映是一直在新书 我们购物纪定里面的 那个米拉洛佐是最大的电影院 还有还有东宝会馆的电影院 也是很大的 所以张艺谋当时很喜欢来看电影 所以他经常来购物纪定 所以第二张张艺谋的名片 那就是2001年了 你看隔了几年 隔了九年 是九年吧 这就算 隔了九年 我又在街上碰到他 你再跟他聊天 再当签名 他也忘了我 你站在前面 他再给你签名 这个人就是不装 所以他能拍这些东西 但艺术家嘛 他来到这里也很正常 他还问过我 这里拖衣服 他不要看 他看过的 不知道谁带的 不是我带的 他问我有没有那种 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 就是暴力的那种 那个时候呢 他正好那次要来了 要看的时候 没有 就那天没开 我还很遗憾 没有把它带成 我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后来我也见过他 我跟他有合影 后来变了朋友 那是另外一时候 还陪着他去马路易亚 伊斯坦那边去买东西 照片我就不放了 我有不放了 我就只放这两个签名吧 所以不禁他 你看张一模旁边 还有一张张博兹 张博兹的那个年是 哪一年 我看看 是2001年 也是01年的1月28号 张博兹底下那一张 是陈晓东 他们俩勾着手 张博兹戴一副墨镜 我没认识张博兹 但陈晓东呢 他瘦瘦的跟我长点 体型有点像 高高的瘦瘦的 正好走到我们现在 湖南餐馆的菜馆的底下 那个博兹天生拉麦店 那个门口很亮 我一眼就认出 那是陈晓东 哎呀 我说陈先生 帮我签个名吧 他说好 他很爽 很年轻 蛮帅的 马上给我签 我一看旁边这个女的戴副墨镜 我说哎呀 好像我看了 看了说他跟陈晓东 两个搞在一起 哎呀 我马上就反应过来 这是张博兹 我马上说 张小姐也给我拿一张 好吧 给我签了 他用那种广东 好呀 你不要跟别人说 那种广东普通话 让我不要说 他墨镜也没取下来 那就说明我认出来 那是张博兹 他也帮我签了一个名 这我也有这两张 那旁边还有一张王志文的 王志文是 他拍完那个 中国有个很有名的 那个电视剧叫冰毒 那一年是 也是01年4月18号 王志文4月18号 是我写的啊 是我写的在底下的 因为我不 那王志文你又要不讲 那是王志文文的签名 谁也看不出来 他踢个光头 踢个光头呢 我是在一个电梯里面 是我停车 我停完车 他也停完车 跟一个胖胖的一个女的 两个人也从那个停车场出来 我们俩 我们三个人坐同一个 那个电梯 从底下往上面走 到地面来 在电梯里 哎呀 这是王先生 哎呦 我说 我刚刚看完你的那个 冰毒 那个电视 演的太棒 我说帮我签个名 好吧 他说好 然后他 他说你是哪里人啊 我说我是长沙人 你叫你妈妈别 他给我来一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老何 这个他下流了吧 没关系 他因为他演员嘛 他的那个语言能力很强 他帮你来一句这么一句话 就是操你妈的意思 但是听不懂长沙话的 就这个意思 哎呀 这是很地道 因为他演员虚语也很快吧 他来了这么一句 哎呦 这很亲和 你知道吧 很亲和 然后呢 他就这么明天 跟那个女的勾肩搭配 他也没喝酒 勾肩搭配的 咚咚咚就走了 在购物机店 就消失在 不业城的购物机店 一男一女 但他不是往后面 情侣酒店那边走啊 他是往那边 比较繁华的 可能应该是找什么餐厅吧 所以我还见了很多 所以我想讲 就是我在购物机店 因为我 大家说是拉客嘛 我是安赖人 其实是拉客是一样 但不是皮条啊 不是我 卖小姐 不是我是带在各种 合法的店里去 从店里拉回扣 所以呢 就干了这种事呢 是从 从中国也好 台湾也好 应该说 从中央到地方 都有我的客人 都有我的客人 应该 中国的 从中央的呢 后来很有名 现在还没死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讲 我 你拍下来没有 没有拍下来 没有拍下来 有位退休这个人 这个人啊 这个人 我可以 引试一下 他被抓了 被抓了 被抓了就可以讲吗 我觉得 他 我再提示一下吧 好 我再提示一下 我就不讲他名字 你们能猜到就猜到吧 当时呢 他是某一个海滨城市的代理市长 白天呢 他干嘛呢 白天呢 他要搞一个服装节 因为我是学服装的 白天我帮他做了翻译 然后呢 晚上呢 他说呢 到你们的情色地方去看看 就是长那个什么样 看看 其实呢 我就带他去的一个台湾人 开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唱卡罗OK的 带有小姐陪酒的店 他也没有带小姐 只是跟着秘书 是他秘书跟我讲的 我当然 这是大名鼎鼎 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名字的 我只能讲 他当年是代市长 后来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跟日本有很多关系 后来他 后来我还想 哎呦 他当了 这么大的关 下次我去北京 他应该请我吃饭吧 他他要去 后来他跑到一个地方 当了一个地方官 那个时候 后来回到北京 他就没了 就没了 那是 我还是不讲他名字吧 作为职业操守吧 台湾那个我讲讲 没关系 台湾因为是民主的地方嘛 就是 徐水德 你应该知道吧 考试院院长 当然 徐老丁 早一段时间刚刚去世 我认识 他去世了 他做过我们日本的经济代表处的处长 不是处长 等于他们台湾叫大使吧 就是经济代表处的头目 我们叫经济代表处 他做处长 他那个是在街上 然后我就看到他来 我就跟他讲 要玩什么吗 我说你是 我一看着 我说你香港来 香港哪个 他不是不是 我台湾的 我说台湾来啊 我说那我带你去台湾妈妈的club吧 那台湾妈妈叫什么 哎呦 我想他问台湾妈妈叫什么 那我就讲一个台湾有名的妈妈呗 就跟我们叫欧阳飞飞你知道吧 一个明星台湾的歌手 跟邓丽君时代的比邓丽君还早 欧阳飞飞来一本 欧阳飞飞年代的一个明星呢 叫江峰 这个江峰这个女的啊 那真能搞 那真能有本事 他认识很多人 然后呢 他呢当年是台湾 刚刚有广告业的时候 做广告明星 他不是电影明星 也不是电视明星 那是他没电视呢 他也演过电影 叫江峰他的艺名 不仅是许水德知道他名字 还有老一代的一个叫中国 中国的到中国演出过的三大南高音歌战家 什么意大利的法国的那 那三个南高音歌战家 请到北京去演出的那个许伯云 就是台湾人 也是个老艺术家 老音乐家 他是在日本出生的俄罗斯的妈妈 跟蒋经国一样 找个老婆是 他妈妈是俄罗斯的 就是那是国民政府的 那就说明他们家 是就是那种国民 国民党当时在 在日本战败以后 有一部分文字人员和军字人员 来到了日本 其实当时钓鱼岛想给 美国想给 想给蒋介石 蒋介石不要嘛 给国民政府 但是呢 就是日本是 就战败以后 台湾 国民政府不是台湾 国民政府还是来了一部分人 那个许伯云的爸爸 就是那个时候来到了 来到了日本 那中华街的 红兵中华街 也是那个年代开始 开始兴起来的 就那个时候来的一批 红兵有一个中华街 红兵有一个 Hollywood Inn 有一个人叫李海天的 你认识吗 李海天我知道 我不直接认识 我知道他 属于老华侨的 陈福波是一直 我做侨报的时候都帮我签名的 我们湖南 不是湖南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叫什么 我的侨报 我在日本办了一份 侨报的报纸 的这个手 我的首期创刊号 导播麻烦你帮 找出我的侨报 赤字三百亿 华商什么什么 那开世界大会的 大外宣传大会 侨界关心本报创办 底下那个老头 底下这个老头 就是陈福波 他就是中华街 横滨中华街的 现在还活着 都快一百岁 九十多岁了 当时我 我创报 创办这个侨报的时候 首刊 就是他帮我 来来来 县刊词 接受做我的顾问 底下那个编辑 叫杨哥 其实是我的笔名 李小木的杨 木一杨 木一杨 杨哥的杨哥 是我的笔名 有时候还有木哥 也是我的笔名 作为记者 因为其实那个报纸 就我一个人 报纸就我一个人 总编也是我 发现人也是我 记者杨哥也是我 木哥也是我 然后这个创刊词 也是我自己写的 这是在哪一年 这是在01年 8月27号创刊的 麻烦导播把它打开 我那个荀刊 2001年出版 8月27号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自己的报纸 我肯定 肯定让他的 那个出版的第一期是我 上面发行人 日向小木 当时我起了个日本名字 要拉日本的广告 你知不知道 起了个日本的名字 叫日向小木 导播麻烦你把它打开在上面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 日向中国际企划 日向中是什么意思呢 日本向着中国 在日语里面叫你过去 然后再是国际企划 这一年 实际上日本向着中国的公司 日向我起了个名字 当时呢 日本有个演员很有名的 也叫日向 我起个日本的姓的就起了这个 因为我要规划之前 外国人可以随便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都可以取这个日向 所以后来我的儿子 他花钱 你规划钱 那你已经是日本籍了是吗 当然我现在是日本籍 我办报纸的时候不是日本籍 只是拿了永住 永住就是拿了绿卡吧 你们美国叫绿卡 拉绿卡是在日本要待 以前要待满20年 才能拉绿卡 因为日本不是个移民国 他不需要你 他不不喜欢太多外国人来 要20年 那我那年拿的时候 正好改变了 那个入管法 就只要10年 也就是1997年 改变了入管法的时候 我是属于第一批 拿到了一个永住的 就拿到绿卡的 就是不要不要签证 嗯 什么你讲什么 第一批留学生拿到的是吧 不是不是第一批留学生 应该算是 当然也算是第一批留学生 应该算是改变了这个入管法以后 入国关移民法以后 第一批拿到 只要在日本待满10年 就可以拿绿卡的人 我是属于第一批 然后呢我就拿到 我是97年拿到的 在01年我办报 我已经有绿卡了 我们叫永住 还是问一下 当上像你这样拿到绿卡的留学生 有多少 很多吗 留学生很难 留学生不可能 我为什么能拿到呢 因为我为了留在日本 我就找到一个日本老婆 所以呢 这个签证 你为了留在日本 找过日本老婆 你的爱情和婚姻就是 以留在日本来找她开 还是你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 就应该算是一半一半 我主要的目的 真的讲究良心话 我当时找她呢 因为大家在网上 能找到她的照片 她的确不漂亮 最多也只属于那种卡哇伊 还比较可爱吧 但身材不错 像个体操运动员的身材不错 有点黑黑的 爆牙 但是人很好 因为她是理发店的店长 她一个月的收入有40万 所以她拿税 所以找她做老婆 如果她去签证的话 那入管 入管管理局是一定批的 因为她不是陪酒的 也不是做风暑场所的 我当时还带过一个 我们购物机的一个美女 去香港 哎呦 今天没找出照片 以后再补吧 我带她去 花了我好几百万 还买了名包 买了名表 想跟她结婚 她也答应 因为我为了想留在日本 想要个签证 跟日本结婚 那你 因为我不想去公司 我就想在歌舞机厅挣钱 而且看世界 带着一个 一个记者的眼镜 去观察 有那么多故事 所以我能写出那么多本书出来 也写那么多专栏 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呢 你扯扯 对 我说半报 半报呢 我先讲讲半报吧 第一期报纸的 第二页有个广告 忘不了的相应 放不下的相情 这里一看上面是中央电视台 CCTV大富 那肯定理想物质乔报 肯定是个大大选给的钱 不是 还真不是 那给钱就好了 我的报纸就继续搬下去了 我是当时 因为这个广告是 最后一页的整版 一个一个整版就是10万日币 等于是我一期的报纸 1万张 1万份的报纸 就是20多万 等于是一半的这个广告费 就我这一张广告 我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呢 我还真只是认识他的这个老板 叫张立林 他人很好 他也拍过我 我们有个一些小合作 他拍那个我们的留学生活 他拍过我 但是他后来没放我 他没想到我后来成名了 然后呢 我跟他个人关系也好 跟他们的副老板 张换起义关系也很好 所以他给了这张广告给我 所以呢 我做了第一期 后来我拉的都是一些小广告 都是餐厅的 第一期是他付钱给你做的广告 多少钱呢 10万日币 蛮大了 一个整版 就是一个整版的产生广告 这个是你当大卫序的铁证 是的 因为你一个报纸还没有开始办 就给你10万这个广告 中共有时候就是通过广告的方式来帮助你 对吧 是 万媒就成了没有拉过一份期这种广告 当然主要是没有你的手碗 没有 不是 你听我讲完这个故事还没讲完了 虽然我手机是用了这张广告 而且这张广告是 只要长期用下去 我觉得我的印刷费是不亏的 对 我就一半的印刷费就解决了 可惜我就登了这么一次 我就收广告费的时候就没收到 后来我也想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CCTV大幅给我做广告 我说明我这个报纸很正统 我就用这张广告去骗了别的广告回来 明白不 用这个奔驰去装别的奔驰 以前我买的车就是奔驰 你知道吧 四个八 那就像个流氓的牌照一样的 中国人喜欢用八七六这种 我现在买车不要 用我的生日就行 因为我儿子也是八月二十七号生 同一天生的 我讲这个报纸 奔驰也是高老头头的 一般奔驰的人都是道向的人 对 但是呢 我是个跑车的奔驰 我不是一般的那种 我是跑车的奔驰 自己开车舒服 因为呢 你想一个中国人 买第一台车 我不是第一台 那也是第三台车了 我前面两台都是 Toyota都是丰田的 送报纸是我开车车 我自己装的报纸 整个关东都去 全是我自己开车 就送报纸 所以我对关东都去开路 我是非常熟悉 不用那个导航 我都可以 所以就是 登了这么一次以后 广告也收不到 后来我也想算 都朋友 你也给我撑了个面子 所以我后来就 他怎么解释呢 他解释 当时说 哎呀 小木啊 这个我们不可以给你的呀 这谁呢 他们副老板给我的 那副老板呢 说没跟他商量好 他说给了你 结果人家说 你一个手看他给你 好顿 因为当时啊 慢慢办报的越来越多 因为当时只有 也有七八份了 也01年也有七八份了 越办越多 都问我要 我都那么多关系 我都不好给 他说你就当这是 你也为我宣传了 我也帮你撑面子的呗 我说行 就行 我就没收 就没有 就这么个理由 就这么简单 我我今天当的 这个节目来讲 他本人听得到的 他在日本 他还活着的 活着蛮好的 富老板也活着的 他这张海报 是给了 他这张广告 是给了我 我理想我有没有收钱 我向全世界公布 没有收 一分钱也没收 一毛钱也没收 就这样 查出了你大卫宣的背景 所以我洗清了 我不是大外宣 OK 这是一个 但是你冒成了大卫宣 对冒成了 对 所以很多人会认为 你看接下来的报纸 我的 因为侨报 因为我是根据 你们美国有个侨报 这个提词 是我找的一个 这个人我就不讲的 很有名的一个人 就不讲了 他还在位 这是我 我爸爸当年的 朋友的朋友 然后呢 你看我的报纸 每一期的标题 通蓝的标题 头版 底下是个 东京中华娱乐城 那是我常年的广告 一直到我最后三年以后 停干他都给我 这个人的故事以后再讲 他已经回北京了 你看我前面 心术大火 痛定失痛 警方查区 研查区内娱乐场所 因为是我的报纸 我不用去登日本新闻 我只登我歌舞基丁的新闻 那是我最 因为我自己在现场 我拍大的照片 那我 我可以从警方 从我的媒体朋友 得到一些信息 我都是第一手的 我都是首发 你看 其实是大火痛迪失痛 然后还有 你看还有一期 就是我的第二期 这是 这是这一年 就是01年的9月17号 因为我的报纸是逢期而出 二十期 十期 还有一个期 七 十期 二十期 我是逢期出 正好我生是8月27 是第一刊 这是第二期 第二期的首版 应该当时正好是911 大地争 不是 不是911 大地争 是911 举世震惊的 你们美国的国贸大厦 被飞机给撞了 那到底通能怎么办 都应该是你们 但不行 我还得把我新术的 大火的事件 还得夹在上面 刚才那个新术大火 本来是我的头版 我已经印刷了 又补了钱 又做了一个新的头版 所以把两个头版 合成一个头版 也变成举世震惊 这个侨报 这就是我自己的报纸 然后下面 你看接下来第三章 新术再发大火 这是哪一年 也是01年11月10号 的报纸 底下中华民宿 中华民宿料理村 就是那个 一直跟我头版 底下做彩色广告的 这个北京人 你看有他的照片 有他在我的头版 就是他开的按摩店 起了火 还死了两个人 其实跟他本人 没什么关系 我们俩一商量 我帮他做个软广告吧 即报到他这个大火 我也知道事情 又把他中华民宿村 也打个广告 他那个四楼 就是开的按摩店 就是因为那个插头 起火 插头起火呢 因为深刻半夜嘛 做完按摩 舒服了 躺在那里睡觉 这个是烟熏死了 又死两个人 他呢 日本人吗 是日本人吗 死了两个日本人 对 两个客人是日本人 小姐也是中国人 做按摩的小姐 是中国人 她是中国人 这个老板叫田涛 她现在已经回到北京去了 在北京也开的那个 开的那个居酒屋 我们很多年的好朋友 他北京 听说来日本之前 是卖白菜的教区 后来日本就开餐厅 他就喜欢开餐厅 而且他很有精心头 叫田涛 他老婆很漂亮 后来好像离婚了 好像是 底下那个照片 有他老婆 那这个就不讲了 就他给我常年做广告 然后呢 他就他们店发生大火 这是也是轰动日本的一个 然后接下来又一张 新宿格武基丁又起风烟 那简直 就整天那个90年代末期 到2000年代的初期 到03年为止 一直格武基丁 就是中国人犯罪严重 起火 开枪杀人 刀子杀人 全是那一段 所以呢 我半分报纸 我就报我格武基丁 都报不完那种 而且日本的媒体都来找我 要第一手信息 第一手材料 然后你看啊 风铃会馆 接下来 风铃会馆 枪击事件 三嫌疑犯被捕 其实是有六个人 一个是围头的 还有 还有五个是留学生 三个留学生被抓 这个事情 我简单讲一下 这是我看报纸的时间 看得见吗 对哪一年 这应该是02年的时候 01年 10月23号 这一天 就是风铃会馆枪击事件 是什么呢 中国人留学生开枪 把日本流氓给打死一个 把日本流氓的组长打死 把日本流氓的副组长 相当于副组长 就是若头 年轻的组长 一个 在这上面有 三个人的名字都有 金债宇留学生 中国籍 还有什么 28岁 还有23岁 28 23都是留学生 这个是37不是留学生 就因为持枪 刀法被逮捕 就是因为 这个事件应该怎么讲起 这个起因呢 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 枪击事件发生之前 这有中国东北的一个 一个姓李的 叫李什么我就不讲了 他呢 在一个卡拉OK 跟在一个韩国人的卡拉OK 你们唱卡拉OK 为了那个 就中国人不是喜欢 人家点了歌以后 他想插进去 就抢线 就抢线插进去 日本流氓已经点了歌 他把它插进去 就为这个事情呢 就在店里打起来了 打起来以后呢 就伤害了杯子 桌子椅子 还打伤了人 日本流氓呢 就要他要赔偿 这边的中国人呢 就是好 那我们就约个时间 来赔偿 就约定了 就是那一天 开枪事件那一天 就约在了 歌舞基金 有一个风铃会馆 很有名的 我今天我没照片啊 风铃会馆 在一楼整个一层 全是 全是咖啡厅 一个大的 叫 叫 叫 跑得见 跑得见 一个法国名字 叫跑得见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跑得见 一个大的 大型咖啡厅里面 那个咖啡厅 也是日本流氓 经常聚会的地方 就在那聚会 然后呢 就约了他们 那一天在那里 要赔钱 结果呢 来了一帮 日本流氓 全坐在里面 全坐在那咖啡店里面 大概有二三四个人 在里面已经坐好了 这边来了 六七个中国人 但就来了 两个人 跟日本流氓 在谈话 但我也经历过这样 两个人 对几个 二三四个日本流氓 那以后再讲啊 就这两个中国人 这个姓李的 跟另外一个人 就对着 那天吵架的那个人 就跟他谈判 大概没讲上三分钟话 就走过去 刚刚打了招呼 刚刚坐下来 要了咖啡 也就几分钟 就开枪了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咖啡店 有两个出口 两个门 两个门都站了中国人 打了他手枪在手上 那牛逼也有的 我也在现在 飞到也打死了 好的那天 我也不在那里 哇 就对着那个组长 那个谈话的那个组长 包括那个本人 也拿出手枪 没讲上几句话 啪 开了枪 应该正门 是一个大门 玻璃门 是自动门 这边有个推拉门 被两个中国人守住的 拿着枪 都拿着枪在手上 二十几个日本流氓 在里面 就撒了眼 就不敢动 就吓着了 日本人不敢动 其实呢 就几个人 你翁上去 翁上去 压着也行 因为流氓没带枪 流氓是有枪的 他们都可以搞 他没想到中国人 这个年轻人 会拿着手枪来 他们也怕死 所以这人呢 到了死亡边缘的时候 都怕死 我也一样 要手枪对着我 我也不敢 你让我干嘛 就干嘛 就像我被绑架的时候 拿着刀比着我 你什么都可以 这不搞死 一样的 流氓一样 都不敢动 看完枪 打死一个 就对着两个谈话的 两个谈话 对两个谈话吧 就打死一个 打重伤一个 就对着他 这边就从这个 把着门拉 拉门的这个 不是自动的 那个控制的门 六个人 就跑掉了 就大庭广之下 在几十个流氓眼前 就跑掉了 就这样 意思是笑话 我解释是 所以呢 但我们不能当瞎话 我们还是正经一点 正经一点 后来啊 因为这件事情 那你看我报纸就记载 林小木的报纸就专门记载这些东西 然后就 我们就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吧 就后来马上就抓到三个人 抓到三个人呢 其实呢 真正开枪的还不是这三个人 开枪的三个人跑掉了 找不到人了 哎 回中国了 在日本就找不到 永远找不到 但那个人我认识 我还跟他吃过 这开枪的那个围头的 姓李的那个 我认识他 他在这里开过按摩店 我们还吃过饭 他也小威胁给我 但是呢 他把我当个人 最后还没搞我 他没开枪打死我也行 所以我这个人还乖巧 我不引发人家 但是经常会有人说 李小木 你也不听我的 我再打死你 就是这样 就这样就对着我 那不是他 是另外的人 真有这样的 上海人也有 北京也有 对我就知道 他们一定有枪 所以说我想讲的就是 当时在日本的那帮人 你说他没枪 他真有枪 他就打给你看 我都报纸上有记载的 就然后 那以后不得了了 各无记定 那就是见中文就打 见中文的店 就放那个烟幕弹 就日本流氓 他也团结了 你住几组 集东会 道川会 以拉高啊 这种 全集合 几百人在街上巡街 然后挨家挨户的找中国人 所以那时候 中国店不是有中国妈妈 包括台湾妈妈开的店 也被他们冲击 就门口的女孩子 什么那个 那个躲雷斯 那个旗袍啊 本来就开的 那个叉子开的很高 那个大腿 他干脆给你分开 就从底下分开 那屁股全露在外面那种 他就给你搞恶作剧 那大街上 他一看到穿旗袍 就给你撕 还有在那个门口 店里 就是来 就放那个 就是椰木袋 就是在外面买 我们叫防盗窃的 防范的用 就是防身的椰木袋 把门一打开 扔个椰木袋 跑了 哇 那个房子里面 放毒气了 哇 闹得热和超电的 不是热的 就闹得日本新闻 整天报道购物基金 这个事情 那个事情 这个事情 哇 搞得最后 一直到杀死一个中国人 前面十几刀 后面十几刀 就任到我们新书 那个下路河 那个大街上 就流氓 嗯 就 就是要是 因为他们知道是被中国人 打死他们组长 打死他们的 打伤 重伤他们的副组长 日本各个 在关东地区的主要的 没有三个组 主要的流氓组织 都组合起来 抓中国人 当时那我是站大街铁场 我还有二十几个人在那里 我赶快跟他们宣布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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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班 不上班 大概有 嗯 快一个月 不敢上班 我呢 整天还开个车来 反正那些流氓 我都认识 嗯 见到我 我怕他们搞错人 你知道吧 把我那些小弟 他们 怕把他们 因为当时我 那时 那已经是02年 我已经出书了 也上电视了 那流氓都认识我 我还给他们 给个好处的 我知道他们不会抓我 还有警察也提醒我 呃 丽莎 你还最好是别去啊 怎么样 我说你那你 你怕我出事 你跟着我吧 他们真跟着我 呃 也也就是 真怕我出事 就是我只要车 到了 你一看远远 两个人在里 登上希望 我一看就是警察 那不是不是坏人 就是警察 便衣警察 那一是呢 看我 怕我出事 还有呢 就是想 看他们的找我 还出什么别的事情 也发现什么 也要管理 因为暴力团 是被监视的 是被监督的 他们是不能犯错的 就在那个时候 就抓了一个中国人 我就不讲他名字了 我跟他其实是很好的朋友 他尽管是我小弟的朋友 为什么讲是我小弟的朋友呢 我小弟本来说我的小弟 在我这里工作了八个月 一个月能赚四十万五十万六十万八十万 哦 他觉得这钱好挣 他一个人啊 他要跟我分一半的情况之下 他能他能分到八十万 那就是他一个月要挣 要挣一百六十万 我拉八十万 他拉八十万 那我就一个小弟啊 那就那他就觉得好挣 他又去搞一个队伍 跟我作队 跟我作队 然后他也去找流氓 警察他也找不到 那前面他是找不到 他是因为办了那个工作签证 在这里打封锁 那是违法的 他呢也神经病 他也不懂法 他就想他到幕后 他也不来 他不出现 他就搞了一帮人 到另外的街 在别的街呢 不在我主要两条街 一番购物基地一番街和中央街 不在你就行 那旁边在 搞搞搞 没几个月才开始侵犯我的土地了 侵犯我的岛屿了 那不行 那我是专门关岛屿的专家呀 这玩意 我搞了十几年 被你来抢 被我小弟 被别人抢 我被韩国人抢过 被菲律宾人抢过 也被日本人抢过 还有俄罗斯的那些 也抢过 那都没抢过 我还 也没 也没搞过 就他 这个姓丁的 姓丁的 那南京人 他就搞了一个队伍 整我 搞了中国流氓 也搞日本流氓 整我 这个中国流氓 变了我的朋友 日本流氓 反正收他一点钱 想到我这个 把我又绑架一次 就在我刚才讲的 那个咖啡店里面 那就是十几个中国 中国大佬 当时的大佬 那绑架我 绑架我 就我刚刚开了车 就把我 他倒是没把我架着走 就是到咖啡店来 就刚才日本人 开枪那个地方 到那个 到了那里以后 我就 对 我一个人过去 但我在去的时候 他们旁边 有中国人陪着 都残留孤儿 但是呢 有懂日语的 有不懂日语的 正好跟我讲话 不懂日语 我看到正好不懂日语 我就拿着手机 就跟我的警察朋友 边在讲话 我就简单告诉他 我现在去什么地方 有人跟着我 正好他们不是 有秘密保护的人吗 经常因为日本 国际搜查科 在歌舞基丁 有一个 有一个秘密的组织 就在我们东京都政府 就在歌舞基丁 那个海家壁路里面 一般人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们在那上班 我就打了个电话 他马上出来三个人 就跟着我后面 就就很近 他几分钟 就是十分钟不要 就跟着我后面 就看到我进了咖啡店 进了咖啡店 那时候已经有手机了 2002年 2003年 已经有手机 然后2003年 2003年2月份 已经有手机 我进去 刚刚没坐下 也没有 没5分钟 10分钟不到 我咖啡也没来 我就接了一通电话 我抬着一看 那门口 制度门那个门口 就是我的警察朋友 站在那 他就说 他说 你就拿着电话 不要挂电话 边讲电话 他用日语跟我讲 他不会讲中文 那你边讲话 边朝着我走过来 我只能听他的 我就拿着电话 那边人看我 往那走 一看到门口站三个人 他知道那肯定是警察 因为他们也懂 你看那眼神那种样子 那种转的那样子 那有两个转的 一个不转的一个 哎 瘦瘦的 一看就知道事情 他们也不敢过来拖我 因为他毕竟没绑架我 也没伤害我 他们也没过来 我就走 往那个制度门走 刚刚走到制度门 我电话还没放下来 两个转 马上咣一下 把两个手一揪啊 好像把我拽走了 就是把我逮捕了 抓走的那种感觉 大就把我架走了 两个警察把我架走了 还有一个跟着 看着他后面 也会后面 哎 我三个就刚刚出的没多久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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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他是以这种形式来 把我从虎口里面 给闹出来 他因为什么呢 对方没打我 如果打我或者摔杯子干什么 他们可以上来 但没有动 讲了几分钟话没有 他干脆让我出来 没得耽误时间 也让对方看到 我有警察在保护我 不能随便动我 所以那天 他一直把我送到 护送到汽车 我的停车的地方 把车开走了 然后我的警察朋友 跟对方的头目 他后面也有警察 因为他是残留孤儿的头目 我们叫朵拉贡 叫道乐权吧 的头目 是他创办的 在日本算是准暴力团 准暴力团 后来我们是朋友 没关系 我讲他名字没关系 我在别的文章里面写过他 他叫大伟 他两兄弟 很好 人很好 其实是人家找来 找他们来整我的 结果后来我们变到朋友 结果他后来被逮捕的时候 我还让警察写的那个给他解刑的信 给他送的东西就是讲的他 后来呢 我们变了朋友 就是那个时候 他就知道 我的警察给他的 背后的警察打了电话 就说不要去动李小木 他后面是有人的 他也没什么事 有什么事 他们警察这些 就说我们两个担当去解决 解决我们俩资金的纷争 最后就是怎么解决 就是每个月我给他交20万日币 交保护会给他 不给日本流氓 给他 我也愿意 因为我给人家交30万 我给他 交了四个月吧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最后也没交 他也不收了 最后由他的对面那边 要倒过来 给了我 给了我一年的 就是不是保护会吧 因为他开别的店 要我知道 应该我有 又有这个这种人马 还有各路人马 关键我有客源 所以他需要我的客源 所以他每个月给我10万 等于那个钱早还给我 后来我把这些故事 就带到了 我已经出了几本书以后 最早是香港大学 在004年 04年05年 找我去演讲 所以我在黑板上 导播麻烦你找 是我在香港大学演讲的 你看我讲的是什么 关键词 警察 流氓 色情这六个 我的黑板是写的黑板 这写的什么 风暑 这是风暑 我解释什么叫风暑 就是色情的意思 什么上面有三口族 那是关西的 三间族属于关西的 我们关东地区呢 有住几组 有集东会 有东亚会 我跟像大学的学生 他叫社会系吧 请我去演讲 买了机票 那我住在香港 酒店很贵的 请我过去 黑板上就写 有四张这样的照片 跟着 在演讲 一个没进个大学的人 在中国没进个大学的 第一次跑到香港大学去演讲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 也蛮好玩 那些学生提到很多问题 而且学生坐在底下也就算了 关键是香港的叫什么 警务处的警察 哇 好几个警察坐在底下 当时我不知道是那个大学的教授 叫来的 因为他有一个 香港警察在他那里读研究生 一听说讲日本警察的故事 哇 批天批天来了好几个 所以他们请我吃饭啊 那最后去了一个叫中国馆 香港有个很高级的 叫中国楼啊 叫什么一个餐厅 在那个海边上 那个湾边上 红木的那种 又上一次课 又讲 这里讲了两个多小 那边也讲两个小时 所以我到大学 我就只讲这个 我只有这些 那个学生找我签名 因为当时我的书已经在香港出版 我记得我的书 在香港机场也卖过 这学生找我 蛮有意思 这个是在香港啊 那是民主 所谓民主的地区也好 国家的那个地方也好 我可以随便讲 有一天 我又跑到复旦大学去演讲 常想讲这些东西 讲什么呢 当时为了去搞这个演讲 哎呀酒精 那就是玩 玩了好多玩不给 我是这个是已经到了15年 他问我要搞 要演讲搞 要什么 要上海大 不是上海大学 要复旦大学 校团要审 还有上海高教局要审 还有上海 还有个什么 宣传部门的 反正哪个地方要审 审完了 可以了 不行 要到高教部 要到教育部什么的 因为管复旦大学的 要北京省 因为我呢 是15年 我第一次竞选 先是落选 那也是个政治人物 也算一个政客 因为我还宣布的 还要下次还要选的 我因为国际已经是日本 我要到这个复旦大学 我能讲什么 他一定要我稿子的 我说我没稿子 你让我讲就讲 不让我讲算了 那你题目中有吧 我说有 题目有 政治 性是等于政治 就是我在黑板上写的 黑板上写的 导播 马上找出来 日语里面叫 性是叫 那日语里面的政治 也叫 日语的发音可以叫 性是叫 但是这是理想目创造的 这个词汇 性的汉字有性 日本的字典里面有 事情的事 有这个字 但这两个字拼起来 是我理想目创造的 叫性事 叫中文里面是有性事 对不对 但他发音正好 就跟政治的发音是一样 叫 你说 什么 你那几个字再重复讲一下 我没听 请手抱歉 就是这个 导播麻烦你找出来 这个我在黑板上写的 性事 等于政治 性事的日语 发音叫CAG 然后呢 政治的发音日语也叫CAG 然后呢 有一天 朝日新闻报道我的时候 就用我创造的这个词汇 因为我在美国新闻周刊 写专栏 我就用过这个词汇的 这是我创造的性事 最早应该在20多年前 我写 开始写 newsvig 麻烦导播里找一下 newsvig 的那个 newsvig 就是美国新闻周刊 美国新闻周刊 newsvig 是全世界最老的两本杂志之一 一个叫 都是你们美国的 一个叫泰木子 叫时代周刊 一个叫美国新闻周刊 都是80多年历史 今天应该算90年历史的杂志 这个newsvig 在日本有日本版 日文版 那我写这个专栏写了 他十四年 十五年 第二次竞选之前 又停掉 第一次落选以后 也写了两年 第二次竞选之前 停掉 到现在 因为我现在 完全作为一个政客也好 理解的政客也好 政治人物也好 政治家也好 毕竟我有政治观念的人 所以不能写媒体的专栏 这就是大报和大杂志以后 不敢请我 不能请我的原因 包括电视台 请我也非常少 只是说作为一种报道的时候 偶尔情情 真正让我去像这样 接受你的采访 在日本电视台是不会接受的 因为他是帮一个政治人物 在做宣传是不能 这说明他那个媒体没有客观 这样他不请我反而客观 所以我那时候 没做政治人物之前 我写美国新闻 写了15年 你看我写的文章 歌舞基地是 Spirito的 你就看的 Teo Muspoto 我写了很多的 关于中国的 跟日本的对比 跟美国的对比 这个日中韩 我是搞了一个话剧 话剧我下集再讲 估计这集讲不了了 我还为那个Sabio 日本有个大优异杂志 Sabio 我也跟着写专栏 你看 我现在回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讲 因为后面讲的内容还很多 今天要接触一下 就是你在复旦大学 后来讲了吗 讲了呀 对我没讲完 我复旦大学有照片吗 他肯定讲了呀 我有复旦大学 因为我在黑板上写的就是姓氏 一到高教局同意 北京同意以后 我就只给了一个题目 然后我就走进了什么教室呢 这是美国三任总统 最后的那个奥巴马总统 在那里演讲的 就是他的那个教室 叫1108教室 不新一个旧的 也不大 也不是那种像香港大学 那种梯形的 那种教室 香港大学那是很现代的 我站在那里 哇一个梯子 学生坐在梯子上面的 那这个1108教室不是 它是另外一栋楼 是美国总统 三任总统在那里演讲过的 包括我去之前 正好是印度首相的总理 刚刚在那里讲过的 就几个月以前在那里讲过的 所以那里的比较宽松 随你讲什么 我没有稿子 不给他 先看稿子 他也让你讲 但有个条件 不准当媒体 不听日本媒体 不准当 连中国媒体也不给劲 只能是学生 老师 当然我相信底下 一定有国家安全局的人 毫无疑问 但是呢 我该讲什么 还讲什么 我就把从性事 引申到政治 然后在底下有个词 叫人性 对吧 人性是不就是 人性的性吗 对吧 性是吗 性感的性 你有人性 人性是人的基本呢 性是人的基本 是所有的基本 所以我说人啊 三大欲望 一个性欲 一个物欲 还有一个食欲 就这三个基本欲望 性欲这个 你不能排决它 结婚也是性欲 谈女婚也是性欲 谈男朋友都是性欲 最后就从人性 从性事 引申到政治 就讲了两个半小时 那天是 我记得那是九月份 上海台风 大台风 说九点钟 只给我两个小时 必须关 我想走 我一口水 摆了一瓶水 我没接个盖子的 我本来穿那床 皮鞋热的 我把鞋脱了 就是你要站在背后 看到我是那个鞋 我是踩在地上 没穿鞋的 就也没喝一口水 我就一直讲 接下来两个小时 结果他们要提问 我说有台风 你们要走 没关系 没关系 要提 哇这个问题 你看那个四个照片 那个前面也挤满了人 那个教室的后面 都挤满了人 我觉得那天是讲的蛮神动的 我就讲信息 讲政治 你中国不讲 我就讲 中国不能讲政治吧 我讲 我讲日本政治 你总得让我讲 我经历的事情 我经历的信息 经历的我周围那些人的信息 这是我可以讲的 所以这个我讲 还有这是福南大学 两个半小时 那天结果我出来 出了门以后 哇 瓢泊打雨 我记得我从教室 走到我上车 他们搞了一台车 在那等着 全湿的 我一声打得伤 那脚全湿湿的 那天 那时候九月份还没吃螃蟹 帮我去找螃蟹 我记得 你看什么问题 你不让我讲 我就要讲别的了 还有时间吗 今天没有时间了 没时间了 这一节已经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 那不讲了不讲了 六点多 都起来了 福南大学给你钱了吗 什么 给你钱没有 福南大学啊 不给钱不给钱 我经干这种 你们明天也没给我一分钱 你看我都做了八几个 明天的事情 你就不能这么讲了吗 你怎么能把 我就和你的合作给公开了 没有 没有 我都不收钱了 这种演讲 当然我在日本大学 都是给钱的 媒体采访是 美国的一个规矩 就很难给钱 对 但日本不一样 日本都给钱 日本所有媒体都给我钱 钱 虽然没有中国做节目高 但是呢 但是给钱 媒体就是 只有两个不给 只有 NHK不给钱 这是一 他因为他是国家公营电视台 我上到很多的纪录片什么 那都不给钱 他报道也不给钱 民播 民放 他给钱 让你去协助做一个节目 都是他底下的 新大附近的设置主义 一定给钱的 还有 如果是做某一些节目 确实给钱 但是像这种访问性的节目 在美国几乎是没有媒体给钱的 那是 因为这是保持一个专业性的问题 否则的话 我的节目我也要 可能要质疑你 可能要提一些问题 如果你给了我 我给了你钱 你给了我钱 我们两个人就合作演出了 我们还是专业的这个专访 当然日本的媒体不是那么专业 开玩笑啊 至少是给媒体不是那么专业 这是不应该的 不能买新闻 但是我相信你讲的那个改情 可能是某一种 某一种就是说 带有演出性质的 或者是纪录片 作为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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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讲解释什么东西 那都给钱 还有把我的纪录片形式的 在节目里面放 除了NHK以外的都给钱 都给钱 对 所以你NHK拍的一个纪录片 是我们协作他的吗 他就在后面写了一个 这个明镜电视协作 日子黑夜 你没给我们钱 但是日本最喜欢的是送小礼物 日本来采访你的时候 他都会给你个小礼物 但是美国人没有这一套 美国人你如果来了的话 我可以请你喝咖啡 是我有史以来 在美国喝的最连价的咖啡 两毛五分钱 你看看 怪你们的同事买的咖啡 太便宜了 你说你刚才在吃的 七十多块钱的咖啡 七十多块钱 七毛五分钱 是当时没当劳 最便宜的咖啡 但是我们同事 为了节省经费 现在买的一整批一整批的 一算起来 每杯咖啡是两毛五分钱 我们在办公室已经抱怨了半天 但是没办法 便宜了 对不对 日本一杯咖啡最便宜也一百块日币 也六块钱 对 那没办法 我们现在是经济困难时期 也许经济有一天好了 你到美国来 我可以请你喝高档咖啡 四块钱 想起来也心通 不过你跟我们恭喜了这么多 我非常地非常地感谢 我相信下一集 还有更精彩的内影 谢谢李小默 谢谢我们的编导 谢谢我们的观众 谢谢手机前面的网友方 谢谢导播 谢谢 这些 不一定是手机啊 我们的节目电视里面是可以看的 电脑 电视可以传 电视也可以看 这银品的朋友们 谢谢 再见 拜拜 拜拜 OK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